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公干 或是立刻拔插素移民 或是去探桌上 看看桌上的气候 温度变化 或是做生意的营商环境 考察一下 想想什么时候就搬走 应该乘搭飞机 次数会频密 怕不怕会中猴斗 叶大夫 那些煎会不会有人用过 然后不觉得有些体液或脱液 黏了你自己 会中招 会不会有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旅游旺季 其实猴斗的传播会上升 不过请大家在乘搭飞机的时间 穿上褲子 就不要用那些人用过的衣物 但是就算是衣物的传播性 也非常有限 我们说猴斗的传播 仍然是性传染接触 或者是体液接触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找到一个 譬如同性的朋友 或者在飞机上 可能有一些朋友 晚上睡到半夜有点闷 然后大家进去厕所 做一些奇怪的行为 我相信感染猴斗的风险 也非常低 但是为什么猴斗是 局限在同性的性行为之有呢 如果你男人和女人 一样光交 或者口交 都会有机会的 我真的不太明白 为什么他针对在同性戀的身上 这个呢 我就需要以一个人类学的 或者伦理角度 需要跟大家讲一讲的 因为呢 在传统 我们的亚洲和华人的女性 其实接受江交 接受程度是非常低的 你不知道的 没有我们这些 作为一个研究 一个人类学的学者 你大专家 我的学者来的 所以女性其实接受程度相对较低 但是变回来了 如果男和男呢 其实他除了这个洞之外 他都找不到另外一个洞 所以他们也是大部分 应该不会有带任何的避孕措施 因为他根本不需要避孕的 所以他是应用 譬如condom 避孕的方法是没有的 所以阻隔性也一定会低一点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证实到 原来同性的比例会高一点 因为他的体型也会接触 但是女性 或者亚洲的女性 其实相对欧美的女性是保守的 所以有很多 就算正常渠道 不是说肝门位置 是正常阴道的一个交合 其实都是会用一个避孕袋 所以其实也有机会是相当可以隔绝到 然后人群和人群的接触量和比例已经低的时间 同一时间应用condom 的数量和比例也是高的 那这件事就可以减低了后头的存放 好 以上的信息是专门为我们的老友 超哥而接的 哈哈哈哈 超哥 好像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当时点歌给别人听的时候就是留意歌词 哈哈哈哈 嗯 超哥是零的 哈哈 不清楚 没有跟他谈过一曲的问题 哈哈 我也不想跟他谈这些问题 哈哈哈哈 完全不想谈 也不想知道 好啦 那当然大家要坐飞机了 那你觉得现在飞机上 会不会很短期内都会建议大家不用戴口罩呢 其实呢 我相信不会的 因为呢 我在过去这九个月 我们就所谓逆马星洞 周围走 其实去过很多国家 当每一个国家包括英国 其实一早已经开放了 全个城市不需要戴口罩 但是上飞机仍然要戴口罩 嗯 那我曾经有一层机 我不戴口罩呢 又被空姐在那里骂我 所以呢 其实是最近 甚至是这几个星期上飞机呢 我都仍然是被逼要戴口罩 因为航空的服务员都会呼吁 你起码在起飞的时间 他望到你的时间要戴的 但是当然 吃饭了 接着中间睡觉了 他那个叫不明文规定 那个空姐就不会特别去叫醒你 或者叫你戴口罩 但是你起码在起飞的时间 你要戴一戴 做个样子 因为我们从来都会明白 武汉肺炎这一种病毒 转变到现在Omicron 或者BA2 BA不知多少的一个改变呢 其实它的传染性越来越低 反而是越来越低的了 它低到一个 其实传染了 你都不会知道自己中 即是不厌不中的情况 其实现在无论航空公司 它都不会特别列出出来 它会写明 但是在这个执行上面 可能有一些人 他仍然是害怕的 包括我们看到某些国家的人 去外国 仍然是穿着大白 白色衣服 其实也会成为全球的笑柄 我一想起 王岐山 出席英女王的国座儀式的时候 戴着那个口罩我真的笑不出 冬亚病夫 以及被人觉得你整个国家的人 都是怕死和懦弱 以及完全是不科学的 即是愚昧 那个情况就像清朝那些官员 外访扎一条猪鞭 一样的惹笑 真是噁心 是啊 所以之前刚刚英女王的国葬 其实大家就拿回当年清末李鸿章出访欧洲 出访欧美列强 这样的时间的相片 他很异常的 因为他仍然的衣装 都是流边的 所以见到王岐山出访欧美列强 更加不要说了 那些小粉红就在这个 那个场合那里 还不停高叫欢迎 然后吹齐很开心 但是记住 那个是英女王的国葬 你不应该怀有一个这么开心 兴奋的心情 其次他又要戴口罩 然后又要像全副武装 人家在下面那一层 去沾养英女王的灵灸 他反而要走上一级 在上面那一级看 那就是不是把自己隔断了 他是把自己隔离了 那其实这个呢 也都符合国情 那也是见到 现在这个国家 就是隔绝于这个普世 这个世界 好了 那现在 就是香港 不认还 虽认了 就是我们已经是与病毒共存了 那 那列大夫 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就是我们这一集 这一节呢 希望都可以给一些即将会离开香港 就是去 可能几年都没有离开的香港 踏足另一个国家土壤上面 有什么的方法 就是要做好自己 加强身体的免疫力 有什么的建议 或者尤其是现在又干 就是香港 但应该理论上就是秋天 但又很奇怪的 仍然是那么满热的 去到别人的地方 可能又很干燥 突然之间的身体下 在一个这么极端的两个国的温度 和一个干湿度的转变 要做什么的准备呢 就是希望自己不要掉了 就是免疫低了 那些什么BA2点多 还要再复养 或者再多一次 那不是挺过瘾的 有什么建议呢 10月开始呢 是我们香港的旅游旺季 这一个是崩来的 这个是炸弹来的 是post-war崩 post-war崩 这个崩是什么呢 是一个疫症 疫症之战 这个疫症之战之后 香港开始接受了 它最终都要屈服了 清零清零了 就是清零了清零 清零就没有了 跟着变成共存的世界 那来到外国的时间 第一步 在一程飞机里面 其实大家 如果真的在香港 困了两三年 都两三年没有搭过飞机了 那大家会很不习惯的 就是第一 空气的湿度问题 因为大家如果在香港 一些潮湿的位置 我们说现在秋天 纵使应该是臭臭 臭点的 但是大家很久都没有搭过飞机 一上飞机 其实喉嚨非常干 同一时间 如果要飞远一点的 你不是飞新加坡 你不是飞台湾日本的 你可能是飞去比较远 包括去英国 中间就算要转机 你去杜拜多哈转机 你都可能要10-11个小时 才去到多哈 跟着再转几个小时 然后再去英国 sorry 多哈大概8-9个小时 跟着再转去英国 中间又transit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第一讲 要讲jet lag 第二讲 就是讲空气 因为在飞机里面 本身的循环空气 就真的不太好 所以有很多朋友 上飞机 跟着喉嚷干绝 以为自己中了武汉肺炎 不需要很担心 因为免疫能力 会随着时间调整 那你的时间区域 我们由GMT-8 我们直接飞到英国 for example 是GMT-0 那就是格林威治时间 那其实呢 你的时差 就要大概3-7日来适应 所以我又是需要 跟各位网友告解 我们如何快速适应 这个jet lag 我们首先在饮食那里入手 第一步就是 如果你是会吃海鲜的 你也没有对虾敏感的 请可以在下飞机之后 更多吃虾 第二步就是 吃香蕉和吃脱糞 那我们讲的这3种成分 其实它是对jet lag 是会有一个帮助 你吃多一点这类食物 你的jet lag 可能可以在一两天之内 已经克服到 然后 我们也是讲的 最原始的做法就是 你一下飞机 如果你是早上的 你当然不要睡 一直熬到晚上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如果你是晚上的时间 你就直接睡了 你要看回当地的时间 执行自己的时间 的差异 你尽快适应 所以最难熬的就是 你飞机 你理论上 其实你要熬住 未必要睡 当然你要看你的程序 是早上飞 还是晚上飞 那这些东西 都是需要调教 第二 长期不能睡 你免疫能力自然会下跌 所以我们会推荐 刚才的饮食 其次就是 有一些中药 或者西药 是可以帮到手的 有一种西药 其实是一种抗敏药物 它会有睡意的 这种药物呢 在中文的译名叫做 二丙肠 这种药物呢 怎么写呢 容易的 二丙是什么丙 二呢 是二型的二 哦 二型的二 丙就是甲月丙的丙 肠呢 就是口字边做 这个大巡帝国的肠 OK 这种药物呢 在西方面呢 是容易的 亦都是比较常用 很轻的附载 用来治疗 这个jet lag的问题 在中医呢 我们就会调教回 我们日头和夜晚 可能是两种不同的药物 然后是适应回到当地的时间 接着呢 你就会吃回 朝早的剂中药 我们会以保气 健脾胃 提神 抑制的药物为主 夜晚的剂 你临睡前两三个钟 我们以安神的 养血的 养心润皮的药物呢 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处方用药 那么这个中药 或者西药呢 其实都有效 可以更加快速 令各位 适应着一个jet 你的免疫能力 就没有那么容易 那么快下滑 嗯 明白 我想请问 喉咙呢 应该是最容易 就是乱礁的东西 就是很多人 就是一 就是不舒服 就是不舒服 就上了飞机 或者吸了一些外国的空气 哇 很冷啊 哎呀 整天都在硬硬地 很高的 有没有什么的 advice 或者在香港里面 執照一些的药材 去到海外 譬如 有适当的时候 可以冲来喝 有没有什么提议 给大家呢 喏 当然 我不会作为一个 板藍根的一個信眾和鼓吹者 但是板藍根只是適應於一些熱毒營的 廢熱的,以及本身熱氣體質的人用 所以它只是適應於大概兩三成的人 但是其他人應該怎樣處理呢? 其實我們反而以用的角度作為最重要的 我們香港,雖然我不是絕對贊同這個村背琵琶糕 因為村背琵琶糕的構成,其實大部份藥物是很低比例的 蜜糖減少 蜜糖九成 蜜糖減少 我的糖尿病患者是最好不要碰 是呀是呀,因為又甜 然後喉嚨用不涼 因為它始終偏良 又有甘草 甘草就叫中性偏良 但它薄荷味很重 所以我們建議反而未必是用,一定是要用琵琶糕的 其實你可能是用一些Mannuka 或者我們叫澳洲,紐西蘭,那邊漂亮的一些蜜糖 其實應該要配備一些,帶備一些相機 一邊掌握著 另外一些,譬如喉糖那類,譬如中成藥成份 那些都可以考慮 但是我亦都希望在這裏講一個穴位 這個穴位其實對喉嚨是有幫助的 大家先拿出一隻手指弓 這隻手指弓其實我們叫手太陰廢經的一個經樂循環 在尖端的位置 其實我們在外側,這個尖端的位置 在外側,這個尖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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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側,我們的指甲邊緣 這個位置 我現在可以點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大家看不看到 看到一點嗎? 看到 這一點,這個我們就叫少商園 如果大家有看過天龍百步 發現到這個穴位就是中沖劍 就是最粗最大的 因為是手指弓 而這個穴位 有一隻叫不是雙羊劍嗎? 不是雙羊劍 是另一個位置 雙羊劍 然後中沖劍 中沖劍不能出門 每一個指尖都會有一個穴位 這個穴位是用來減輕喉嚨痛用的 如果我們中醫 我們就會用針灸 或者刺 然後用放血 它的喉嚨痛會即時減一半 但是如果你真的沒有針在手 請 可以買一個竹籤 或者一個好像牙籤的東西 然後你帶上飛機 但是記住 你的尺寸不可以太長 因為上飛機是不可以有這個的 把它變成很短的 接著可以黏在大家 比如電腦設施 USB 短短的 1cm左右就夠了 然後拿著一個硬和尖的東西 或者一支筆都可以 接著 壓下去這個穴位 接著一直觸摸 無論左手右手都可以 沒有問題 譬如壓著這個穴位 你一直壓著 然後吞口水 喝蜜糖 這個在飛機的時間 可以令到閣下的喉嚨不太不舒服 同一時間都要多點喝水 暖的水 特別對喉嚨會好的 你應該去日本的S1和麥當娜 跟她的女優 要教她 按這個穴道 對呀 因為有時候太深了 哈哈哈哈 整整個喉嚨 對呀 對呀 那你就有很多日本的 對呀 雪蓋 雪蓋 對呀 真的會有一個機會 對呀 沒錯沒錯沒錯 會有這樣的 對呀非常有效 非常有效 那我今年也要飛來飛去 現在就坐定定了在這裏 但是呢 如果你在海外裏面 可能會想 沒有涼茶喝 那怎麼辦呢 我就會建議大家 不用太擔心的 要不你 那你就可能會找 烈大夫 會不會有些二十四味 蔥劑啊 或者一些什麼的東西 可以幫到手啊 去清步堂啊 還是怎樣的 但是其實呢 在海外裏面呢 那些水果的蔬菜呢 是很便宜的 我會建議大家呢 多吃一點水果 和蔬果 那為什麼外國人 不用喝涼茶 但是有很多的情況 他們也不需要擔心 口氣啊 暗瘡啊 又或者喉嚨痛啊 粗熱啊 那些問題呢 因為他們是吃大量的蔬菜 蘋果啊 橙啊 奇異果啊 藍莓啊 不同的這些沙律菜 你過來之後 林郎滿目 木不下級 吃多一點 就是變相 也是加強自己的fiber 那就是去大便的時候 排毒就容易一些 那熱毒的積聚就少了 加上不同的果實 它的維他命C 是非常之豐富的 打好底 提高自己的免疫能力 那當你身體累啊 或者什麼的時候呢 就不會那麼容易 愛邪入心 那就是不需要 有病的時候 只要立刻去找一些什麼 廿四味啊 這些什麼 花蛇解養丸啊 或者什麼蛇舌草去解毒啊 那這就是我個人 一個的心得來的 是啊 對了 因為我們說 這個地中海的治療方法 那其實最常用 我們不單止說是喝紅酒 其實地中海的食物方法 海鮮是多的 但是其次呢 就是它的沙律 我們最常吃的就是 羅馬山菜和這個火箭菜 是啊 洋蔥 然後再會放 意大利黑醋 或者放 葡萄油 其實葡萄油和黑醋 在一個自然療法裡面 它雖然味道是酸 但是它會導致人的體質中和 然後變成簡性的 所以它其實對於減低發炎 是一個很大的作用 其次火箭菜呢 其實性質是偏良的 所以它是有清熱的作用 所以我們說 大量的蔬果一定是可以解熱的 其次就是你可以平衡的飲食 你減少紅肉攝取 因為在地中海飲食的範疇裡面 紅肉的比例是很低的 就是白肉或者是魚肉 或者是海鮮的食物 但是如果國蟹有敏感的情況 海鮮或甲泊海鮮可以減少 但是魚有可能仍然可以吃 接著仍然是增加了 包括蟲子人 杏仁 核桃那類的攝取 然後大量的蔬菜 作為一個base 然後加一點 可能是glycine free的一些穀物類的意粉 其實這個營養餐 如果是沒有過敏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確實可以在我們中醫的角度 可以減低了一些熱氣的症狀 沒錯 我現在吃燒烤 我都買大量的紫蘇葉 來包著燒肉來吃 非常好 再跟著去韓國的湯裡面 買一些拿醋葉過的加力 夾著來吃 所以我老婆最贊成 因為沒有人肯跟我打電話 加力是很好的 這是一個天然營養劑 我們在加力的成分裡面 我們說有一個叫酸素 酸素不是酸素 是一個蒜裡面的營養成分 它是一個非常強的抗氧化劑 同一時間長期或者恰當的服用 可以減低人體發炎的機會量 所以我們說天然食物 或者我們天然草本的藥材 其實這個是補負 反而可以治療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那些白洋蔥也很便宜 那些紅洋蔥也很甜 哇 加上沙律裡面混合火箭菜 做個黑醋 然後叫太太煎塊雞胸肉 哇 真是不得了 我已經是戒飯了 你有沒有發覺我現在 像外國人一樣 我根本都不吃中國的東西 完全是脫鞋入歐 你根本是個鬼佬 我根本是個鬼佬 我是中亞人 那些烏茲別克 應該要和習近平朋友 那些朋友 我相信我是 是啊 因為你應該是蒙古種 蒙古種在亞爾泰山起源 其實就是大概現在烏茲別克 這個吉爾吉斯坦附近 其實我懷疑我亦都可能是印度裔的人多 因為我現在很喜歡吃咖喱 哦 OK 那總之不是 不是漢人咯 好了 那今天差不多時間了 那大家 我們在海外的一些飲食 和一些上飛機的心得 跟大家去分享 那大家迎接0加3 或者將來盡快0加0 那就是 多些人就離開香港搭飛機 那就是注意這一方面的知識 可以 一下飛機就已經舒服精神大吉 無往而不利了 好 大家加油 好 拜拜